因為我高中成績還蠻好的 就是我不是 你不是開大備曲嗎 好 我不是必曲就好了 備曲 不要亂講 欸那我突然想到一個欸 我其實讀日文系是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一直 你不是喜歡日文 沒有我根本不是 因為國中那時候剛畢業 然後你國中那個時候在封什麼 5566之類的 誰在 沒有那時候 那個時期就是偶像劇啊 偶像劇剛到的時期 我只有封台灣的偶像團體 然後 我是因為 因為我的學校是 我們去學校是私榜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啊私榜單是什麼 對就是 它會按照你考進來的分數 然後去排所有的考生 譬如說我考比你前面 我就可以比你早吃我想要的學校 就是這一屆的所有學生 你報名文早 你就是從考試最高的第一名 可能今年可能收了100個學生 他就會在那個禮堂裡面 從1號做到100號 1號可以先上台 私 英法德西日 私榜單 因為他 我們五專就是 一個科系兩個班 所以你先被撕完了 後面的人就沒有辦法選了 那文早是不是語言 對 他是語言學校 然後因為我高中成績 還不錯 蠻好的 就是我不是 你看你不是開大備曲嗎 好 不是必曲就好了 備曲 對 不要亂講 對 然後我那時候成績算不錯 因為我是我們班第一名進去的 然後 我那時候只是純粹因為我 國中最好的朋友 他想要考文早 然後他說哈日 他喜歡那個傑尼斯 喔 傑尼斯團體 然後我就單純說 好 那我先撕進去等你 你們就 我只是想要跟他一起念同一班 然後我就撕了榜單之後 你把他名額撕完了 欸 對 我等不到他進來耶 他跑去 他最後只剩西文跟法文可以選 我都會恨你啊 可是又不是他 撕掉最後一個 他只是先去撕那個 我們班 我是第一個撕的 對 對 然後我就這樣誤打誤撞進的日文系 然後就這樣念了五年的日文 但我覺得蠻好的耶 因為我的語言能力算真的蠻差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想說 那時候我以後有小韓文 我一定會刷他去念 生語學校 或者是讓他就是中語文 因為你知道 像我念會計 然後又念氣管 那我沒有用啊 我現在在小巨蛋藝人耶 這邊打豬算 跟我未來根本就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語言這件事情是 可以幫到你很多忙 不管是你的工作還是生活 或者是旅遊 我都覺得超棒的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不知道要選什麼 因為我們的會員頻道 應該也是有就是年紀偏小 可能還有高中生 還在對未來沒有方向 對對對 我覺得如果要是你們不知道的話 誒念一下語言 我覺得蠻好的 對啊 就是它是一個技能啊